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文录,我是方方 在四川盆地西南小梁山的一个密林深处 这里有一块神秘之地,黑竹沟 那听到这个名字呢,您可能会觉得 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但我想跟您说,就是这样一块 普通的地名,它呀,却有着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称号 死亡之骨 据说啊,在黑竹沟有着许多的未解之谜 诸如指南针失灵,人和动物失踪 这样的一些神秘世界 再加上啊,它又地处于北纬的三十度 一度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百慕大 那么风景优美的黑竹沟 究竟是如何成为人们口中闻风丧胆的死亡骨呢 这呀,要从一个传说故事说起 据传,2014年7月20号 一个名为宇宙禁区探索的聊天群发出公告 邀约各网友报名参加黑竹沟探险 来自安徽的小李,湖南的李靖,山东的伟哥,福建的阿武,上海的老吴报了名 之后,这五人在成都集合 推选群主李靖为队长,并于当天下午抵达黑竹沟 到了傍晚,五人开始徒步进沟 按预定路线穿越石门关 然而,这石门关是黑竹沟附地 当地有猎犬入内无踪影 壮士一去不复返的传说 而后,这五个人在穿越一片建筑林时 老吴和小李在前面开路 另外三人则在后面跟随 不久后,一前一后的两组人却失去了联系 此日,老吴和小李决定放弃穿越 与路上遇到的另一组旅友远路返回 不久后,老吴和小李走出了黑竹沟 但另外三人依然处于失联状态 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反应 紧接着,小李向当地警方报了警 后来搜救队就开始对黑竹沟区域进行了逐一排查 9月18号,搜救人员终于发现了一具遗体 该遗体被确认为失联旅友,稳住 10月7号,又在黑竹沟罗索伊达区域 发现了失联旅友,阿吴的遗体 两人的遗体发现处相隔只有几百米 至此,三名失联旅友中,只剩下探险群群主 探险队队长李静依然没有音讯 故事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然而在黑竹沟发生的 人员失踪和死亡的事件,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呢,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 据了解,在1950年 国民党胡宗南布下30余人 不幸黑竹沟吞人这个邪 仗着武器精良,准备穿越黑竹沟逃窜 最终无意生还 1977年,四川一组森林探查队到黑竹沟做研究 两位技术员带着馒头前往山头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再后来,救援队搜救了一个多月 只找到他们包裹馒头用的纸 1991年,林业局组织了近20人 进入黑竹沟进行森林资源勘察 勘察队在完成了预定工作时 撤离下山的时候,遭遇了罕见的大物 当时进山的勘察设计员小猪回忆说 下午5点多,山里起了雾 森林里能见度极低 只能凭借地图和指南针引导方向 但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援 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 直到出山后 对照地图才发现 下山时所走的路线 比正确路线偏差了近30度 最让人惊讶的是 勘察队携带的7个指南针 全都指错了方向 呦,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让人心知所向的黑竹钩 竟然流传出了这么多离奇失踪和死亡的事件 然而这黑竹钩所处的纬度 竟然和百目大三角 还有埃及的金字塔的纬度极为相似 这里被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纬度线 而黑竹钩呢 地形独特 植被茂盛 雨量充沛 湿度大 山雾是这里的特色 据当地人讲 进钩不得高声喧哗 否则将惊动山神 山神发怒 溃吐出青雾 将人和动物卷走 有专家对黑竹钩考察后 得出人入钩死亡失踪的原因 迷雾造成的可能性极大 当人进入这深山野谷的奇物当中 如果你对地形不太熟 那么便很难逃出死亡之谷的陷阱 据说有人编出了这样一句顺口溜 石门关 石门关 迷雾暗钩 半宝坛 猿猴至子 愁攀远 英雄难过 这一关 也有遗族的同胞说道 黑竹钩是一个金山营地 连雾也舍不得离开 这里盛产的雾 扑朔离奇的向转绵绵的漂布 一旦深入其中 就会把你包围 把你吞没 据有关专家调查后得知 黑竹钩岩石主要为火山岩 岩石中含有大量的铁 蒙 铭 铭 这样的矿物质元素 使黑竹钩形成了差异较大的磁场带 而这样的磁场带 会使石中停止不前 使罗盘和指南针无法准确读数 再者 这里沟谷幽深 相对高差约800米至1000米 河水垂直下落 只能听到水声轰鸣 感受到寒气袭人 十分危险 真是炎阳过不去 鸟禽也难飞 周围悬崖掘壁也无法攀行 从山谷的水位线看 要时聚上暴雨 在掘壁沟里 肯定会被山红冲走 要是遇上雨雾天气 谁也别想走出死亡谷 原来啊 有着死亡之谷之称的黑竹钩 竟然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相信 在那云雾辽缴的黑竹钩 一定还有很多谜题 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好了 今天的一文录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北斗军BDJ731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